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想问你是否也在心里呼唤 相信爱的信念可以超越一切 作词 李宗盛 这个项目呢 还敢替我做主 我对那儿熟悉得很 不需要看你的资料 还有啊 咱们两个很熟吗 有在家里少更熟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带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我 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江总管不了那么多吧 本来姿色就一般 到那边晒黑了还不注意护理 面膜拿去敷 零起来 解释了 你如何看你的喜好 ded西都会想要 解释 第一次 这边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差点用 故意的是吗 上次是 这次也是 什么故意的 就这样啊 这怎么啦 就这样一下怎么了 本来也不是故意的 是我而已 师傅 不怎么样 没什么事 我送你那白鞋也不怎么样 拿出来啊 拿 你还真拿是吧 喻 少说话 我告诉你 拿出来呢 洗脸 面膜 都给你 满意了吧 黎正进干什么 你是不是又想 好 从现在开始啊 我们两个划清界限 以后请教组离我三米远之外 好吗 三米是吧 行 一二三 三米 三米 哦 对 来 我 我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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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拒绝对游戎山庄的开发 但是公司开发度假村是势在必行的 我想与其交到不相干的人手上 不如咱们自己开发 对不对 更放心 对不对 这么些年过去了 我让你进公司 能有个工作养活自己 这也算是对得起你死去的母亲 最后对我的嘱托 你要明白 焦阳是个非常善良的孩子 我不想他受到伤害 以好自为之 林朱莉 这是我昨晚连夜整理出来的 药蓉山庄这些年的详细资料 你看看 或许不用 谢谢 前半部分是关于山庄的具体资料 后半部分是山庄的具体实力分析 我觉得具体的开发方案 等到了那边之后 再做提供 你们俩已经开始对接工作了 来 我看看 我看看 看看 幼稚 苏经理做的方案就是详细 你看这小签贴得也很有创意 苏经理这是干嘛用的 焦总 变签颜色的深浅 代表事情的轻重缓急 数字代表在同一类中的排序 您助理怎么会知道这些标记的意思 这里面有我自己的逻辑和习惯 和常规分类不同 当本总裁是空气吗 自己停车 你有没有搞错 让本总裁等半个小时 我告诉你啊 一分钟之内 你如果赶不来的话 周一你就不用上班了 焦总 是什么状的东西 非得小心送来啊 这是我的事 好 好 你不情愿什么 还是说你特别遗憾 没有跟苏经理一块先过去 这么多名其妙 这么多名其妙 焦总 五十九秒 行了 我的重要的私人物品带过来了吗 是 是这个 哎呀 带过来了 就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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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林总理 上车吧 走 我 赵总监 您怎么在这儿啊 大家是来接你的 我 我吗 乱着干嘛 上车 好 赵总监 我真没想到您这么体恤家属 不过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了 安全带扣紧了 咱们得抓紧时间追上焦阳 追上焦总 对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咱们也去叶如山庄 赵总监 焦总说了让我们留守工具的 来 这里还真不错 空气也挺好的 您助理 要不是本董她英明决断 能看到这样的世外投缘 焦总 我怎么记着是 您一开始不愿意来越荣山庄开发的 还是我说服您的呢 行了啊 哎 不过咱们可算是当务了 但是山庄怎么一个员工都没有 好歹出来迎金一下 来 焦总 林主委 怎么 就你一个 鱼鱼山庄有点奇怪 有人吗 请问有人吗 那儿 你快去问问 我 怎么办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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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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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全域荣最安全的地方就是 哎 都来这儿 嗯 对不起 小总 我不是故意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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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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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哇 哇 妈妈好帮啊 我以后也要像妈妈一样 画好多好多漂亮房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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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抱歉 焦头 嗯 嗯 没关系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嗯 嗯 这是哪儿啊 这是我妈妈曾经的工作室啊 可惜 我身份都没保护好 刚刚只是个意外 董事长都把杜家村的项目交给你 就是相信你一定能够保护好他 你才做出最好的选择啊 你也这么认为吗 当然 除了你 没有人有资格了 这是你母亲的设计啊 萧总 我 满杯烦走了 我 嗯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苏星 你早啊 门怎么开了 我早上醒了之后发现门就开着 就出去转了转 我已经找到玉绒山中的月谷了 今晚咱们不用再睡个楼了 那太好了 坐了一晚上板凳 腰酸被痛 坐了一晚上 那是鬼帮我打的莫醒啊 焦总不知道玉绒山中闹鬼啊 说不定是哪个爱慕您的女鬼 晚上帮您打的呢 行了 就你化妆 走吧 说这玉绒山中真是使命名有人 为什么昨天晚上咱们还 小帅哥 这几位是 各位 这位就是我们红语集团副总裁 焦总 这位是助理 林淼小姐 焦总 这位是大唐经理 周经理 你好 我还有工作 再见 这位是餐厅刘主厨 什么 什么事 把她看见 这位是 我叫棋子 焦总 有时间的话来酒吧喝一杯啊 别喝了 员工上班期间不允许喝酒 那可以喝什么呢 你好可爱啊 焦总 焦总 你怎么脸红呢 有吗 没有 别瞎说 那个 让后厨准备点东西 我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吃过饭呢 走 没有可错啊 连个服务员都没了 焦总 因为山庄生意冷清有一段时间了 员工差不多都显散了 所以就剩这么几个人了 先吃饭吧 看起来还不错啊 听说之前刘主厨是学美术出身 谢谢李线 谢谢 谢谢 三位请用三位 别 等会儿 你有没有搞错啊 没有啊 你给本总的来吃这一块 一个人应该吃什么不在于地位 不在于气质 这林小姐跟苏先生身上都带着一股知性跟成熟的味道 所以这份上等加州小牛排最合适于二位 而焦总你给人的感觉呢 一个字 帅 死 所以这份炒粉呢最合适不过 烹饪手法简单粗暴不经大脑 便焦总身上的蛮横如出一辙 刘主厨 刘主厨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噓 噓 噓 帮高雅跟低俗的相遇 碰撞出一种激烈的内在的矛盾冲突啊 这实在是太有艺术价值了 三位 请自然用餐 全当五载 还 好 你吃你吃 贾总 这里有主处思维 可能有些主观 我跟你换换 我说的是换人 对对对 换人换人 贾总 你赶紧下吧 你的气质太俗了 我这话没法看了 老赵 老赵 贾总 咱们出来乍到 我觉得还需要 跟这些老员工 搞好关系 你也消气 对呀 我没说什么呀 我只是突然不想吃了 想回去休息 你吃好了吗 好了好了 走走走 你这牛排还没吃呢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 我的劳动成果 你回去 你坐下 雷鸣 你留下来 享受这高贵而典雅的午餐 本总才先回去了 焦总 焦总 坐 老周 赶紧坐啊 嗯 居然不知道追上来 一个逼个奇葩 难怪玉蓉山庄被你们搞成这样 迟早把你们都换了 嗯 没事 老公 帮我见个人 有话子 留下来 昨天晚上没吓到你吧 我没事 林助理 反正幽绒山庄不怎么打拼 公司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 我在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推翻重建 哎 林小姐 哎 这是我的莫网 可轻易不送人的 谢谢啊 林主厨 我很荣幸 嗯 嗯 能请你帮我个忙吗 嗯 现在才知道管 所有经理 焦总 进来吧 这 随便坐 焦总 您刚刚没吃饭 应该饿了吧 这碗面是刘主厨给您做的 辛苦苏经理了 不过麻烦你告诉他 连者不受接来之事 林助理呢 还没结束他高端的午餐吗 林助理被刘主厨拉去欣赏他的画作了 不过焦总 不过焦总 这碗面是林助理拜托刘主厨给您做的 林淼 那好吧 既然刘主厨主动试好了 那我就给他这点面子 不过我吃完这碗面也不耽误我开除他 我不光要开除他 这个山庄的每一个员工我都要开除 不思进去占山为王 你看看好好的一个山庄让他们经营成什么样的 等我吃饱了挨个手势 你还有事吗 你还有事吗 焦总 昨天晚上的事情 真的很抱歉 嗨 抱歉的话 昨天晚上不是已经说过了 况且林淼已经帮我把墨星拼好一半了 你不用太放在线上 我看你的黑眼圈这么重 昨晚没睡好吧 来到山庄就想起很多事情 有些睡不着 我没记错的话 女龙山庄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焦总还记得 你爸的事 我听说 辛苦了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以前的事情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眼下还是工作要紧 不过 从昨晚的情况看 玉龙山庄的开发任务 恐怕没那么容易 焦总 你有什么机会吗 说实话还没有 包括玉龙山庄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也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的项目 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 一定可以让这个地方患然新生 不辜负妈妈的期望 苏经理 你愿意帮我 守护好这个地方吗 一定可以让这个地方患然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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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辜负妈妈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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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呢 你就去玉龙山庄了 一切都靠你自己了 想不到山庄里的人 吸吸五外 做的东西还不赖啊 是啊 我之前还跟林助理说 山庄的情况太复杂 不如推翻重来 推翻 怎么了 我看谁敢 谁敢推翻月容山庄 这可是属于我和江阳的地方 你们俩怎么来了 我没事来找你的呀 江阳 你放心 公司的事我都帮你办好了 焦总 我实在是拦不住 赵阳 你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在这儿待过的事吗 那个时候 有虫 有鸟 有花 有草 还有一个浪漫的阁楼 你现在带我过去吧 赵总监 那个阁楼 你还是别去吧 为什么 没什么关系 昨晚虽然有众多古怪迹象 但是 电子蜡烛可以适量适面 饭菜可以提前准备好 声音也可以提前录制好 至于那个穿白衣服的女鬼嘛 女鬼 只怕不是女鬼 是有人装神弄鬼 焦总的意思是 这帮人当我是傻子 敢装神弄鬼才吓唬我 那就别怪本总在一牙还牙 见招拆招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 是怎么找到证据 我倒帮你安排好了 希望你玩得开心 跟我斗 嫩了吧 我还没找你 你自己送什么来 你看我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爸 焦总 他露出马鸟了 我抓住把柄了 抓他 你还跑 不在 你再给我跑 你再跑 我们再跑 拦住他 但是 救命 不是 你们什么眼神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 小老板 这回你可就宠获了 这珊珊啊 不仅是我们的小可爱 还是周经理的亲侄女 更是我们月容的宝贝 你怎么可以欺负她呢 真没想到你是这种无良的商人 竟敢公然欺负人 我欺负她 拜托 是她装神弄鬼在先好吧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装神弄鬼呀 珊珊都算成这样了 你还在狡辩 她之前蒙着头闯进我房间 这不是周人弄鬼是什么 拜年啊 我是不是又梦游了 我不是故意的 她太凶了 就是她害我摔跤的 你 你别说不说八道 我们珊珊是有梦游症的 你这样中途打断她的梦游 还把她推倒 要是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不说是刑事责任 你宏语副总裁的名声 也就不要了 珊珊 疼不疼啊 别怕 一会儿姐姐带你去医院验商 可以开证明的那种 行啊 你们都给我等着 小夕 过来 焦总 你要证据是吧 找上证据 不过焦总 您房间里的保险箱 时空的 怎么可能 先冲暗阙 您仔细想想 当时那些东西 您放进保险箱了吗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算计我是吧 趁我们放松警惕性 然后让山珍引走我 最后偷走证据 是不是 焦总 没有证据 不要去口碗 没错 你不要转移话题 现在这种情况 你必须赔偿我们上山 或让我们上法庭 赔就赔 说我把赔多少 赔完我再挨个儿收拾你们 这个哥好帅啊 我要他娶我 孩子的玩笑话 你这千万别当心 你今天必须答应娶了珊珊 是啊小老板 这以后还要叫你一声妹夫呢 什么什么妹夫 你们有病吗你们 不娶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干什么干什么 有没有王法了你们 干嘛呀你们 江阳是我的 你们不准庇护 哪来的瞧不瞧 你 你说是小皮孩的 你说是小皮孩的 小人 小人 亲密我打你 别别 就是 别说了 别说了 别管 别说你 灵苗 没事吧 没事 苏经理 苏经理没事吧 灵苏经理 敢做不敢当 你算什么男人哪 再说了 我们为什么要把约然山庄 交给一个没有赞感的人 明明是你们 虚口陪着你 行了 小爷 都别闹了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别白奋心机了 我怎么可能娶山人啊 我有未婚妻了 就是她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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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才没兴趣陪你背黑锅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都不嫌恶惧你先手 林助理 林助理 事已至此 就不要再把这大家了 告诉他们吧 就找出结果 少骗我们了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她是你的助理 就是 林小姐这么好的品位 这么优越的条件 她怎么可以看到你 不信 不信你问她 没错 我是焦总的未婚妻 我证定给你们看 林鸟 你居然追着我 和你摇摇 在街角 看着你被移 默默想你说 让我留下 雨渐渐的停 不断指尽 我我怎么冷静 她们两个都接了 不断的那个 雨里擦肩 爱过我的瞬间 我站在街角 冷静 那她来就是我误会了 这应该是 小老板勾引林助理 对不对 对 我今天让你看个 什么叫勾引 你越过后 我们想爱吧 你真心后 我们想爱吧 我教养英明一世 不吐鸟 店面 感谢观看 什么声音啊 林妙姐想什么呢 脑袋不清楚吧 你签一次的发还没签两次 这都不是真的 你要冷静 都不是真的 谁啊 赵总监 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好人啊 我告诉你 我是不可能把焦阳让给你的 我嫁给焦阳 是我从小的梦想 我从公司跟过来 就是要一直陪着她的 我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把戏节奏先登了 但是我相信 我一定不会让你在一起的 赵总监 如果我说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配合焦总 不被逼婚 你信吗 那刚刚你们在大唐说的那些词 都是胡标乱造的 没有一句真话 真的 真的你没骗我 没有 确定 肯定 那 那既然这样 我 我会和焦阳表明心意的 曾经我和焦阳在羽绒山庄 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那个时候还要焦伯母也在 话说回来 月容山庄 还是我们两个人定情的地方呢 这次我来开发山庄 就是一定要把她拿下 这样 我把她拿下了 你不能接近教养了 我 回风好像还没走远 爱你多余的屋檐 老地方总没变 我把人家故事乱言 痛苦为谁开闲 那一幕幕 像挽回的从前 你说拥抱难以忘却 渐渐飘散的夜 却怎会都去见 满天回应的心愿 永恒的碎片 相信我会微笑阻止你 哭着说再见 就让这相反的起点 你和我的每个画面 时间倒数再从残缺的完成 就让这相反的起点 仅是我们幸福瞬间 用尽一切跟你说 用尽一切跟你说 你和我的每个画面 时间倒数再从残缺的完成 就让这相反的起点 仅是我们幸福瞬间 用尽一切跟你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